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狼马的游戏实况解说频道 我是播主狼马 今天继续为各位带来的也是这个孙上香的故事剧情的第二章 好 严格来说应该是说他的第二场战役吧 但是因为之前呢 在录的时候呢 发现说那一个他那一个就是说争夺襄阳呢 当解决完襄阳任务之后呢 后面其实还有一场串的任务 那么有应该说一长串的剧情 所以呢 我就花点时间又重新打了一遍 好 所以说呢 等一下各位应该看到上一次呢 那个影片结尾的那段过场动画 那么我就不跳过 那么让各位看就好了 我在录音 但是你可以说话没有关系 因为刚刚QB从我身后跑过去 但是我还因为他每次很担心 担心到会打扰到我在做节目 但是其实说真的 真的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关系啦 好 那么我要说明一下 那么这一次呢 就是上次我自己呢 在那一个没有在录影的时候呢 我自己线下玩的时候呢 我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好 各位可以看到说呢 现在是不是一大牌人头呢 对 没有错 上一次呢 我就 上次我在上一次的那一个 呃 节目当中我就说了 这游戏的那一个AI其实很蠢 如果说呢 你要让你的我帮的武将呢 可以进去呢 帮可以进城 就是说可以攻进那一些像据点或城堡呢 帮玩家进行那一个 呃 跟玩家一起那样攻略这个要地的话 那么就必须要把附近所有敌人全部清光 好 那我可以稍微收银一下 你可以看到 城镇完全没有敌兵的 没有错 因为我之前在玩的时候呢 我就花了一些时间呢 把这个城镇的敌兵全部清光 所以呢 等一下各位可以看到的那一个 如果说呢 您也是这一个无双系列的忠实爱好者的话呢 应该 等一下会看到的这个画面应该会 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吧 我都 我呢 我就简称他为叫打裙架的画面 哎 它们这个三脚跳呢 它那个其实设计的并不是非常的好 有的时候常常是这样子 跳来半 跳来半 跳不进去 好 稍早呢 各位如果有个仔细看 会看到说那一个咱们的那一个 什么 魏妍呢 在喊了一声说 我必须要撤退了 好 其实就是因为呢 我把我这边所有的一些那个无双武将呢 全部引进成了 所以呢 它们呢 就会开始去攻击那一个 就是有一些是红字的 其实在这里呢 之前呢 我在一个论坛呢 跟另外一位那个上面的一个玩家呢 有讨论过一些那关于游戏AI的部分 那基本上它是蛮赞同我们的说法 这游戏的AI其实很蠢 蠢到什么境界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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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呢 继续过后再跟各位说 不过 我想吐槽一下 这个刘表太年轻了 这个时期的刘表这是中年的好不好 在這一次的這個節目裡面呢 我會稍微說一下那個孫無的事情 嗯孫無怎麼說呢雖然說歷史上對阿琢磨的不多但其實史書上還挺多的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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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散 你們的隊伍是死人了! 讀取動畫,讀取鏡頭,你可以說點話 這... 我看你了 你怎麼這麼做 孫賢殿 父親 開眼 不要走 我不要走 我不要走 我求你 父親 父親 好 我現在 我以為何會這樣做呢 尊賢殿我無法失去 尊賢的昇兵是炎術的軍人嗎 那是... 不…不… 我為了戰爭的 我為了戰爭的 我會脫掉 我明白你的感覺 我都知道,但是孫索殿和孫堅殿,然後姊姊 那是... 我主的道路是我主要決定 但是,首先是殿の墓前に挨拶 真的,劇情量真的很多 我會把身心打到這裡 即使可以嗎? 你居然會讓你死了 還可以讓孫堅殿和孫堅的夢 我懂我什麼意思 我明白了 你不在乱落 剑、祖库 你把我的父亲留下了我 我给你了 兄弟 你是很强 哇 剑 你以为我是谁 你哭了吗 你哭了嗎? 那是甚麼? 誰想要我? 我… 是孫堅的孫堅 你… 兄弟… 孫作… 那是孫堅,孫堅,孫堅 你走!孫堅,孫堅 你做夢?孫堅,孫堅 你會贏我嗎? 你… 老公… 很像嗎? 我的父亲们都很高充满 你死了 看着你 走 郊外 我伙伴要做的事情 对不起 你先走 你为什么要年轻 我看着眼睛 我看着你 為了不說呢每一次這種劇情過後呢 突然間旁邊人一票人亮到 每次都讓我嚇到 其實各位不覺得這過場其實很值得吐槽嗎 是的這款遊戲呢 它真的就是經常就是經常的過場就是這樣子 要嘛就是大家原地站得好好 應該說絕大部分的只要是純粹的劇情過場的話呢 都是大家原地拉正站好 然後再來是因為它這個天氣呢 是屬於動態天氣 那麼就會經常出現這一種呢 在那種狂風暴雨的情況下 對話 我真的很希望說那個什麼 真的很希望說咱們的光榮能不能稍微給點給點 修正一下吧 總是看了一群角色在那邊狂風暴雨裡面這樣聊天 怪怪的 好 這裡呢我先說一下這個遊戲裡面的關於AI的部分 這遊戲的AI呢其實寫的真的真的不是非常的好 這遊戲的AI呢基本上有一個缺陷 他的缺陷就是跟那個我可以稱之為叫做超不專業的自動練功 怎麼說呢其實呢在三國無雙系列包含戰國無雙或是什麼XXX無雙系列都有這個問題 他裡面所有的那個敵人呢他會去攻擊的那個目標 大部分都是以地圖上紅色的東西為主 那麼也換句話來說 如果說呢那個當您的那個友軍呢他附近沒有紅色的時候呢 他就變成說容易出現在短時他就能出現那種短時間的發呆 然後呢等到重新定位之後呢他呢才會開始往前移動 所以就導致於說呢很多玩家在玩這款遊戲的時候呢就會發現到說呢這遊戲呢 其實那個AI呢經常幹一些很蠢很蠢很蠢的事情 我想就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畢竟一個光榮 光榮的AI這個戰鬥AI寫的不好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 所以有些時候真的是 與其說是隱恨吧這款遊戲玩完倒不如說是抱著一種無奈的心態玩這款遊戲吧 好 好那麼以下呢就是歷史故事時間 在剛剛稍早以前呢孫姦呢他是被旅公的就是說又就是算是又殺吧 就是又出來後來埋伏後殺害 那麼在歷史上呢能夠查到的史料記載呢 其實那個咱們的孫姦呢他並不是那個被亂劍插死的 他的死法其實有點淒慘 目前我看得到了所有查詢到了所有史料呢 那個孫姦的死法呢是被亂石砸死 也就是說呢當時旅公呢他呢引誘孫姦進入那個陷阱的時候呢 其實是用亂石呢把那個孫姦給砸死的 而且據說下場非常的慘 連那個腦漿都砸出來了 所以這裡呢我就不由得吐槽一下說 那個就是說 就是說如果說一開始剛剛那個過場動畫呢 如果說是在那個荒郊野外 我覺得算了那看看起來挺正常的 那結果呢因為他剛剛過場動畫的背景呢是放在城內 我就覺得說 你去外面然後再把人家的自己拖回來 就怪怪的就是說應該就是不聯繫 所以說這個凸顯出了真三個無雙八呢 他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真三個無雙八裡面他另外問題是呢 他的導演呢其實如果不是不專業 那就是像我在前一期所說的遊戲企劃 跟最後的那個決定呢是兩回事 也就是說呢 這一些所謂的那種全體蠟陣戰好在那邊講話的這種劇情呢 都是在後期才加進去的 也就是說當決定變成所謂的那個 那個無雙五這樣的個人傳的時候呢 才做進去的 所以就導致於說呢 會讓你覺得說有一種既有過場動畫 但也有這種很莫名其妙的劇情解釋 蠟陣戰好的動畫 然後那些蠟陣戰好呢 你又覺得他的動作非常的死板 而且呢那些 就是他們他們講台詞是完全沒有對嘴的 就是你只會看到說 有點像是那一種 我說難聽的叫做超過專業的布袋戲 布袋戲劇友團吧 大概是那種感覺吧 所以說 所以說我雖然說很想要幫這款遊戲平反些什麼 但是有些時候想要是覺得說 平反當最好倒楣是自己的感覺 好 那麼 好 那麼 歷史遊戲的時候差不多了 那我再回到歷史好了 好 那麼 歷史上呢 雖然說呢 那一個咱們的孫姦呢 是中了那一個 9歲的旅公的那一個所謂的計謀 就是埋伏後來被殺掉了 那麼 旅公呢 他其實是那個 一個叫皇祖的一個部下 那皇祖是劉表的部下 那皇祖這號人物呢 其實非常的屌 怎麼說呢 在歷史上呢 皇祖呢 基本上是一個 所謂的 所謂的那一種 逢戰必敗 的一個將軍 他基本上呢 只要是跟那個孫氏 就是跟孫武裡面的任何一個人呢 有任何那是 不想大大小小的戰役 他都是以那一個敗戰告終 就是說每一次都會敗北 然後每一次呢 都可能會是損兵折將 但是又很快可以爬了起來 但是想想也對 因為畢竟他背後是個劉表 劉表呢 在那個三谷那個時候呢 再怎麼說也是皇清國契 那個家裡有錢沒話說嘛 那所以說當然就是 身邊有一個 雖然是常敗將軍 但至少呢 至少說皇祖呢 他呢 在他的一生當中呢 做了一件 應該說是他做了很多件 然後都會讓動物很慘的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剛剛這個就看到說呢 呂公呢 又殺了那個孫姦 所以導致於孫姦的御服 然後陣王 那麼到後期呢 還有還有一些皇祖呢 就陸陸續續的 就是說 呃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東吳好像怎麼樣都學不乖的感覺 那我怕現在劇情的時候 我先不說話 襄陽之戰 嗯然後呢 然後呢 沒什麼 還好 突然出現一票龍 突然出現一票龍 蛤 果然有煌動嘛 不信? 有了 仙人 Prim Have a step up 被罵 装備 鬼 何 神 人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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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样的力量 是这样的光头 不错 其他人 ¿什么时候要想做? 我以为我解键是最热的 明天再来 请大家的意见 喂 待会 喂 我不是游泳 我认识也有所谓的事 有意思,但是它就流行到烈心上, 但是它就流行到烈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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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就流行到那些人, 如果它就要去解开 明白 なるほど 暫時 我這輩子 能夠示範的戰鬥 劇情好多 如果各位可以看到一些背景音樂 我會做了我的背景 缸、塑膏、衙、QA、QA、KANTO 全都要我會負責 快走 这场战是快乐 不然能与反攻击 不然能复杂 不然能复杂 能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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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Boeing 去Ad va 那就 那些人 今天要介紹一下大家 進去 这两个人是周太和梁 我带到我的队 周 傭兵 梁 氏名 我认识 这些人 我认识 我认识 这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 是 那些人 还有 那你是不是在宗友的宗友的宗教? 是的,那... 我...我請你... 大家一起努力吧! 你是不是想帶你二人去? 我聽到你幾次,但... 是真的嗎? 你不想找我嗎 孫作 好吧 我想找我二人 但是 我也知道你 你也知道了嗎 周遊 你不想等待 什麼事 絕對你不擔心 絕對你不擔心 我一生懶命 努力 我們都會戰鬥 我們都會戰鬥 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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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無法 劇情終於結束了好長的劇情啊 這對我只能說呢各位單觀眾真的好幸福啊 那麼我再回到稍早一直沒有說完的關於皇族的部分 那麼皇族呢他呢 基本上呢是每一次呢 只要跟孫氏家族呢有任何牽簾的話呢 他們呢都會順手呢帶走一個那個 就是在東吳 好就是說呢每次皇族呢 只要有跟孫吳呢有任何一個戰爭上的那個 就是有衝突的話呢 他們都會順便把那個東吳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幾號人物給帶走 像是孫姦然後還有林筒的父親林超 林超是被甘霖射殺 但是那時候甘霖所跟隨的是皇祖 所以可以這麼說這號人物可以說是東吳的大敵 那麼在歷史上呢 其實對於皇祖的雖然評價都是奸詐小了 而且是每戰必犯也敗了一令逃 而且每逃而且每次逃的都一定可以活下去 那個差一點點就要跟我們的劉老賊一教高下了 那但是呢其實如果說用側面的角度去思考的話呢 皇祖這一輩子他也指跟隨的同一個主公也就是劉表 他從來沒有異主 雖然說某些層面上呢皇祖呢也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忠義之士 但只是因為呢那個中國歷史上呢向來是以那個聖者為王敗者為寇 留下來的歷史呢自然而然呢就比較記載 為了要凸顯那個聖者那個他們的心路歷程呢 就會把他們的那個敵人呢給做那個相當一定程度上的一個戲劇化 好那麼其實在這上面呢有一件事 但在東吳裡面除了我剛剛上述所提到的那兩位以外呢 那個其實還有一位 但是這一位呢是東吳說呢是東吳以東吳的說法呢是說是他 呃是他是他用是他那個應該是說就是他有參與到這個計策 但是實際上是不是他目前呢實在是個歷史懸案 好這裡我所講的就是孫策 呃如果說您跟我一樣是對那個中國歷史呢是略有接觸的話呢 應該很清楚知道孫策呢其實是被那個暗殺的 那麼暗殺他的人呢是據說是三個無名小卒 但是有很多說法有人說是郭家陰謀說 又有人說是那個皇祖派人去暗殺之說等等的 總之呢他總而言之呢我想強調的就是呢 十字今日呢孫策孫策被暗殺這個事情呢 到底是誰是主謀還是那一個屬於一個歷史懸案 那麼除非是說呢將來某個人呢能夠發明出所謂的那個死空機器 不然的話我相信應該是很難有人有辦法呢 去那個幫各位解答這個歷史懸案 但如果問我的話我個人其實比較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彩性那一個郭家的陰謀論 郭家呢其實我只能說呢他 如果說各位要跟我聊的是屬於三國志 或是說像是無傳啊禁傳這種所謂歷史書的話 那我只能跟各位講說呢 郭家這號人物呢在那個魏書裡面呢 對他的種種記載呢 他在歷史上其實是 並不能說是完全可以跟諸葛亮比擬的一號人物 但是他卻有一樣事情呢是諸葛亮可能沒有去做 但是有可能有做有可能有做有可能沒做 但是因為畢竟呢那時候那個蜀國呢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那個就是他們的那個他們沒有史關 所以留下來的史料呢是非常有限的 好那我們回到郭家 郭家呢他有一件事情呢我認為說呢是郭家大概就是郭家呢他比較特別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情報網非常的廣 嗯怎麼說呢 譬如說他呢 其實曹操非常喜歡去問郭家 而郭家呢他每次說的話是每說必中 譬如說是那個最有名的就是應該可能也有聽過 就是說在那個關渡之戰後 原家呢進入了所謂的內訌 就是那種為了爭那一個誰要當侍子 誰要繼承那一個 誰要繼承那一個接下來的父親留下來的霸業等等這事情呢 所以說呢三個姓緣的他們打成一團 那麼但是呢那個時候呢其實曹操就有問郭家說 那麼我是不是應該要這時候去 就是說最後呢就是說 就是說最後呢他就問他們說那這時候呢 因為他們已經其實已經介入他們的戰局了 然後那時候郭家最有名的就是說就是直接跟那一 他們最好像是兩個好像是圓上還是圓潭 總之只有兩個姓呂緣的呢 就逃到了那個公孫康那裡去 後來那時候呢那個曹操就問了一個 郭家說呢那麼我是不是要進行追擊之類的 那麼郭家那時候就說您不用追擊 那個依據那個曹公那時候的那個勢力 那麼公孫呢會自然的把那個二元的人頭線上 以示那一個沒有想要跟那個曹操引起衝突的 那麼事實也證明說呢 事實也證明說到最後呢那個公孫康 確實也是這麼做 像公孫康沒錯吧 如果我會有說錯的話我在後面 我在之後的回程我一直都修正 好那麼郭家呢 郭家還是還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歷史 譬如說他對於那個元氏就是說那個元家的動向呢 都可以說是非常的遼落執掌 而且遼落執掌到一個幾乎不可思議的程度 所以說呢我們可以 所以說在歷史上呢對於郭家這號人物呢 其實有另外有說法是說呢 他是在三國時期的一位呢 諜報做的還算不差的一號人物 他並不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一個軍師級的智者 但是人家的情報來源呢 卻是非常的充足 他可以準確的判定那個其他各國就是說 就是說呢在跟那個他所服侍的主攻 就是曹操 曹操目前所遇到的所有的敵人 他們那些國家們中的一些發展 然後精準的去推斷出呢 該往哪方向發展 而某些層面上呢他呢也是 透過因為他諜報做得好 所以某些層面上呢他呢也是透過另一種方法呢 在遙控其他的國家的一些發展 不過這些呢等到以後呢 那個我那個這邊的資料夠集中的時候呢 而且我在進行那個郭家傳的時候呢 我再跟各位來做進一步的說明 所以郭家傳我先放在這邊 那麼為什麼一條郭家的事情呢 那就是因為很簡單因為呢 我所說的那個像我曹操所說的那個孫策呢 到底是怎麼死的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而死的 為什麼我會比較彩性那個所謂的郭家 就是所謂那個 我比較彩性那個郭家的陰謀論說 那是因為呢 其實有很多個線索 間接的去證明說 應該就是郭家所派出去的人所殺的 因為那時候還有一個小小事情就是說 那時候郭家就曾經預言說呢 這位出門總是不帶衛兵的這個孫策呢 終於一天一定會死於那個無名小組手下 那麼怎麼樣的一個情況下 一個就算是智責好了 他能夠說出一個那麼展廳解鐵的話 那絕對是有足夠的情報來源吧 好 那麼所以說就是歷史上又有人傳 就是說呢 應該就是郭家他派出了殺手 把那一個孫策呢給殺掉的 當然這是歷史上我已經說了 孫策的死因呢 到目前為止都還是一個所謂歷史懸案 他是沒有人可以說到底怎麼回事 好那麼再回到皇祖 皇祖其實能講的也差不多了 雖然說他對 那麼皇祖其實每一次那個孫氏家族啊 在跟那個皇祖啊 在那個引發衝起衝突的時候呢 孫氏家族呢基本上都可以算得上是請全力 請全力去那一個去去那個去擊殺這個殺父仇人 然後後來呢 就是因為那個林超呢 一樣就是說那這樣就怎麼講呢 就是說東吳他們學不會 每一次呢 你都知道說呢 這傢伙呢每一次每次呢 打輸了就跑 跑了跑了跑了之後他一定會安排那種伏兵 然後就是學不乖 然後呢所以說每一次呢 第一次呢把那個孫金給克死了 第二次把林超克死了 第三次有點忘了是把誰克死了 反正呢他把那個孫武幾個重城呢 就每一次呢 只要是跟皇祖有關的話 皇祖僅有是常敗將軍 但是他每一次可以順手把那個東吳的一些 幾個比較重要的部將給順手帶走 其實這個蠻厲害的對不對 好那麼那個如果說要講說 在孫策時代呢 那個他們討伐皇祖呢 確實有一場呢 算是請全力而出的 在歷史上呢 對這一場戰役有個名稱 查一下喔 因為說真的歷史東西太多了 所以有些時候 要把旁邊預備一下 好時間發生在建安四年的12月 那時候呢 是那個孫策呢 進軍那個殺蟹 那麼劉表呢 他的對手是劉表 劉表呢 就派了劉虎 然後等幾人呢 趕來支援那個皇祖 那當時孫策應該是打就是 為父報仇名號 來進行 來進行這一次的那個任務 好那麼在這場戰爭底下呢 皇祖呢 可以幾乎可以說是完敗 基本上所有他所帶出去的所有兵力啦 或是一些資重等等呢 都是要嘛壞的話 要嘛就全部呢 就被那一個就是全部被那個孫策那邊給充公了 而自己呢 而自己呢 最後呢是狼狈而逃 但是還逃掉了 然後呢 還順便的呢 然後呢 在那場戰爭下呢 他 嗯 好他沒有順便帶走任何人 但是呢 至少是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呢 呃 常敗歸常敗 但是人家是活下去啦 呵呵 好所以說也是在建安八年 就是203年呢 那個孫權又再一次的帶兵呢 去那個討伐皇祖 但這個時候呢 皇祖呢 就還是一樣 又輸了 然後又逃了 於是這個時候呢 他就順手呢 帶走了那個 我剛剛稍稍的時候講那一位 當時算是無國重臣 就是林超 好 好 那麼正這樣子 這個皇祖皇 這個皇祖先生呢 這跟這個孫氏家族呢 來來回回這麼多次之後呢 最後呢 終於在他的那個 以前曾經是他手下的 甘寧的叛變之下呢 那個 咱們的孫權呢 終於完成了那個 未報復仇跟報兇仇的大業 好 為什麼我這裡會說報兇仇呢 呃就是說呢 他皇祖呢 因為畢竟他 怎麼說呢 呃 這裡就要先回頭去看 孫氏家族的 在那個那個 那段時間的 也是他們發跡的歷史定位 好 是這樣子的 那個孫氏家族呢 其實跟那個曹操劉備等等呢 他們其實發跡起來是比較 不輕鬆的 在三國那個年代呢 是很看重那個女出生的世家 就是說 如果你是名門世家出生的話呢 呃比較容易呢 在三國呢 呃可以說是可以 呃比較 不能說徒步清雲 但至少呢 在發展初期呢 比較不容易受到那一些阻擾 好 但是呢那個孫氏家庭呢 他們基本上呢 如果記得沒有錯的話 那個孫氏家庭他們是屬於 我們所謂的夏品出生的 就是說他們並不是名門世家 所以呢 他們 所以說他們的 所以說他們一開始 他們其實是別人的部署 呃稍微了解一下歷史就發現到說 其實孫氏家族呢 早期他們是那一個 在那個 呃就是他們所服務的那一個 呃就是那個 呃諸侯呢 是 是袁少 來 袁術 現在說錯了 好 那也就是因為出了孫氏之號人物呢 然後呢 他那個平定 平定江東之後呢 覺得說自己 自己有能力了 然後呢 想要去跟當時的朝廷 也就是已經是 霞天子已經租口了 曹操呢 要個 要個一關半集 其實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怎麼說呢 你總不能夠說呢 那個 打個比方吧 嗯 呃我們 講台灣的台中好了 好 那麼你想成為台中的那個 那個市長嘛 再怎麼樣呢 也是民選才選出來的嘛 你總不能夠說呢 你自己跑去攻佔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政廳 然後坐在那個 市長位置上 就說我是台中市長 是不可能的 那麼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說台中市長呢 換成了江東領主的話 那意思是一樣的 如果說呢 孫氏家族呢 想要合法的去那一個 合法的去掌控江東一帶的話 他必須要有來自於朝廷的那個分封 也就是說必須要有那個 基礎的風官風絕這樣子 所以說呢 在當時呢 孫氏呢 用他的能力呢 把江東平定後呢 他就決定去跟曹操 要個一官半職 畢竟那時候人家常說 夏天子已經諸侯嘛 好 但是呢 因為那個曹操呢 不知什麼原因 反正呢 那個他 孫氏想要的 那個曹操不想給 然後於是呢 這就引發了一些事情爭端 然後甚至於說呢 還有一段歷史是說呢 當那個 如果時間點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 當曹操呢 在跟那個 袁紹 對 應該是他關路大戰 那一段 鬼處中 這個 袁紹在跟 袁紹在那邊 搞關路大戰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孫氏呢 其實就已經有那一種 打算要從背後 偷襲那個 曹操 以報說呢 你不給我關我就滅 我就殺你全家 這一種情況 但是就是因為孫氏呢 被暗殺呢 所以說才導致於說呢 是整場的計畫呢 變成是付諸流水 但是到底 事實上有沒有這個計畫呢 由於 沒有任何一個 直接的史料證明 所以呢 有人說沒有 有人說有 不過到底有沒有嗎 我得說我不是歷史學家 我也不是那種 那種 歷史學系的學生 我也只能跟哥哥講說呢 嗯 我相信應該是有的 因為按照孫 按照孫氏的個性 我認為他還是 他還是有可能 去幹這個事情的 好 那麼在這裡呢 所以在這裡 為什麼我前面 我講到 為什麼我比較彩性 郭家的暗殺論呢 因為 其實用這個方向 這個角度去想 就很簡單了嘛 如果說呢 當時那個 當時如果說 那個曹操呢 他在跟那個 袁紹呢 在進行關渡之戰的時候 如果大後方再來偷襲的話 那 曹操呢 基本上就別玩了 但是也就是因為說呢 那一個 郭家呢 有 注意到說呢 孫氏的動向 有點不太 穩定 所以呢 他 所以說 所以說呢 他就分布底下 那些情報的頭子 就是那些 那些刺客什麼的 他呢 去那一個 進行對那一個 就是進行對 那個 孫策進行刺殺 也是蠻合理的對吧 那為什麼孫氏一家呢 就會把這個東西 扭成說是 不是扭 而是說 因為 他們就說呢 殺害孫策的人呢 是 背後的主使呢 是那一個 是那個 皇祖 其實我只能說 這是順勢而為 那怎麼說呢 因為你在那個時候 你講說 我大哥是被皇祖殺掉的 那麼 那一個 二哥呢 是被曹操殺掉了 怎麼說呢 就是 變成說是 如果說當時那個 上台的 是說 上台的那個 的那個領導者 不是孫權 是別人的話 然後傻傻這樣講的話 其實 我只能說 在那個 整個江東 就是說 孫氏 辛苦培養起來的 這個勢力呢 就有可能會進行一種 變得越來越鬆散 所以說 他們必須要找一個 可以去凝聚 底下人的一個說法 一個說詞 而且在說 當時孫策 其實是比較重 武器文 在底下 身邊的 其實都是一些英雄好漢 那一些那種 重文的呢 往往都是到那個 周瑜 開始慢慢發跡起來之後 才比較多 也不能那麼說 只能說是 比較受到注意 這樣子 其實周瑜本身也是武漢喔 好 那麼也就是因為這樣子呢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說呢 孫權呢 一方面呢 要面臨的說 要穩固這個江東市 江東他們就說 自己那個 孫氏一代的主業 而來呢 又得要穩固在江東的統治權 不然的話 其實如果說 那個 像是孫策寧中前呢 講一句歷史名言 就是外事不決問周瑜 內事不決問張昭 雖然這句話呢 也有人說 應該是那個 應該是那個 就是那個 演藝杜撰的 但是至於怎麼樣 就看各位啦 說真的 演藝有的時候呢 也不 也不見得完全 就是假的 有些時候可能還是真的 也不一定 好 就是說呢 他們那時候呢 為了要那個 就是說 一方面是說 我們雖然說 是把江東六郡打下來了 但是我們只是 我們只是占地 就是對於當地的士族來說 他們看那個孫氏一家呢 其實是把他們當作是 基本上 可以說把他們當作是土匪 因為他們又不是那個 朝廷的命官 說再怎麼樣呢 那一些士族呢 是不會跟這些低頭的 所以呢 所以說他們 所以說呢 他們所以說 一開始那個孫 就是說在孫策走後 的時候呢 其實呢 那一個 那一段時間 孫氏的那一個統治權 是非常 岌岌可危的 甚至於可以說是 牽一把動全身 裡面呢 最有名的就是說 孫策呢 由於從小 孫策的好友 就是周瑜 周瑜呢 就是那一個帶兵呢 帶兵奔上的事情呢 其實當時這事情 一爆發的時候呢 我可以跟你說 那個孫氏家族呢 存上到下 包含像是 張昭一類的人 都是呆住了 就說 欸? 你周瑜帶兵來幹嘛? 將兵附上 什麼意思啊? 幸好呢 到最後呢 因為一開始大家不知道 周瑜要幹嘛 所以說一開始大家 防周瑜防得很兇 後來還確定說呢 他確實只是為了要來 那一個 呃 就是要來那個 負傷 就是那一個 孫策死的 他來負傷 但是其實他這個舉動呢 對為那個周瑜 後來呢 謀取了一定程度的 那一個 政治權益 呵呵呵 說真的 這個 邊玩這個呢 邊跟大家聊一些歷史故事呢 會覺得說呢 遊戲玩起來 其實是比較有趣 好 真的這個遊戲怎麼說呢 如果你自己一個人在玩的話呢 不管你呢 是要拿白金也好 或是說想要看所有的 所有的角色的那個 結局也罷 嗯 真的會讓你有點 玩了一段時間會覺得悶 會覺得煩 會覺得很討厭 最佳是因為他那個 雖然說 像我前面所說 像我在上一期所說的 雖然說他是角色列傳 但是他角色列傳 並沒有經過設計 所以說也是導致於說呢 那個角色呢 如果說 譬如說好了 像是貂蟬 然後 呂靈奇 跟那個呂布 是三個人物 還有成功 這三個人物 基本上呢 都是屬於呂布傳的 幾個重要的 幾個就是 三個就是核心人物 那麼他們彼此之間的 一個任務 任務的基本上 是重疊度是非常高的 比如說那個 呃 貂蟬呢 他雖然就一個章節 而且章節當中 章節當中呢 只有三個戰 只有三個戰役 但是呢 這三個戰役呢 也不過只是從呂布 呂布傳的那邊呢 抽出來 從中間抽出來的三個而已 所以說 也就是說 如果說呢 各位想要看這個 所謂的全角色 全結局的話 那我得說 這真的就有個凡個字了 因為你會 你會發現他是同個戰役 不斷的打 而且那個支線 其實長得一模一樣 好 就拿我現在目前的這個 平定江東 平定江東的 這一個任務來說好了 像平定江東這個任務呢 其實呢 只要是呢 在這個時期的那個 你可以操作的孫武角色呢 他都會有這個任務 當然除了孫劍以外 孫劍以死 好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說呢 各位呢 是各位呢 如果想要看那個 全角色結局的話呢 就必須要 這個戰役呢 得重複打 而且呢 並不會特別的 針對某個角色呢 設定那個 比較特別的情節 也就是說呢 除非是那種 像那一個 大家排排戰 那拉正帳好那一邊呢 各位可以看到劇情以外 就是有對話的人 有劇情以外 其餘的人 像是剛剛孫上香 如果剛剛有 各位仔細看的話 你會發現呢 他基本上就孫姦 就是孫姦 他父親孫姦 被 重複死 被重複死掉的時候呢 有那個 對話劇情以外呢 其餘呢 基本上都是一個 職業背景 其實也對啦 嗯 我說如果 應該這麼說吧 如果說呢 各位要跟我講那種 歷史上的話 說自己也對啦 因為怎麼說呢 嗯 孫上香確實啦 在他既沒參與 平定江東 可能年後面 真的沒參與 那麼他們沒說 好像蠻正常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又有點矛盾啦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為什麼不可能 不考慮呢 直接把這個 戰役從這個 孫上香傳呢 給抽掉呢 非得到玩家們那一種 各種戰役呢 體驗了一遍一遍又一遍 真的會很煩 真的會很煩 嗯 像我前一陣子呢 我那個這幾天呢 我在刷那個魏傳 那麼因為我基本上 都是以女性角色為主 就是女性角色 我會優先先看他們的結局 然後有一些像是曹老闆 或是夏侯敦 這些比較 特別的特 特別人物呢 我呢 會那個把他 耐著性子 把他玩玩 那麼其實說是蠻痛苦的 怎麼說呢 因為呢 夏侯敦的劇情呢 其實說白了 也不過就是曹操的劇情 然後多了一點點 還真是一點點喔 一點點 有點夏侯敦的故事 這樣子而已 所以導致於說呢 那個在曹操時期 我玩過的劇情呢 到了夏侯敦的時候 就會說 我都已經全都玩過了 所以導致於說呢 我在玩夏侯敦的時候呢 玩到一段 就是故事當 故事當發展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進行斬首行動了 因為你真的很煩 真的會非常的煩 好 這個太史池呢 跟孫策呢 也是很有趣的 他們兩個可以是 標準的不打不相似 好 我看一下齁 我現在目前的時間呢 已經 有點長了 好 那麼這個第二 這麼這個第二場戰役 就平定江東的這場戰役呢 我呢 就像這裡呢 我分成上下兩 兩步來做好了 以免說呢 中間要是我呢 擊殺了某些角色之後呢 那又進入劇情 又漫長的劇情呢 然後呢 會導致於那個 我又被迫了 要先暫時中斷 好 好 那麼在這裡呢 就是各位呢 不凡啊之後起身呢 就是起身呢 那喝點水 什麼之類都可以 那麼如果說呢 各位發現到說呢 我在先 就是在這遊戲過程當中 我講的一些關於歷史上一些記載 如果哪邊有哪些地方說錯了 然後你就會說 那地方是我說錯 是我說6了 那麼也非常歡迎呢 那您可以在我底這個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說呢 拿掉我說錯了 然後呢給我一些那個 相關的參考 譬如說可能是Wiki上的也好 或是其他上面都可以 甚至於說有一些東西呢 他其實只是在那演藝上才有 但是在這種時候沒有的都可以 您可以告訴我 我們互相學習嘛 我不能說我不能跟各位講說 我講的絕對百分之百是正確的 但如果有錯的話 也歡迎各位不令指出 好 那麼孫上香 那麼孫上香傳 哎呦這個角度蠻好看的 好 那麼孫上香烈傳的那個平定江東 這部分的Part1 我們先到這邊 我們先各位帶到這邊 那麼各位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緊接未來 給各位帶來Part2